其實我一直都有出場的 只不過就是要隨著故事的發展 就會之後越來越多 首先我在這裡很感謝觀眾的支持 因為我知道網上有很多觀眾 真的由第一輯追到第二輯 有些是再重溫第一輯 現在早上看第一輯 晚上追第二輯 他們想一個連貫性 我自己也有收到很多朋友跟我說 怎樣啊 你什麼時候才 因為他們都有追 OK 工人姐姐都有追 他們問為什麼這麼少 我說給一點點耐性 有很多人經常都會問 你會不會跟教授一起會不會同 其實我想說Wing跟教授的關係 教授是她的朋友 其實Wing 你看到她私底下都是自己一個人 獨來獨往 她又好像沒有什麼朋友 你想想一個女人 她之前所有的東西都是圍繞著心常 她突然之間沒有了心常 那你所有東西都要獨立 你會發現好像跟外界變成沒有什麼朋友 你看她吃飯又自己一個 又什麼什麼 好像都挺可愛的 我覺得也挺不錯 Wing又可以有一個不同的成長過程 她都要去面對不同的事情 雖然我們是很多次合作 但是我們每一次拍新的 因為大家都會有轉變 大家都會有成長 所以每一次呈現出來又有不同的感覺 當然展排是很有經驗的演員 所以我覺得跟熟悉的對手拍又有好的地方 因為大家都很熟悉 那種默契就不需要特別再去配合什麼 但是新的好像今次小芳 都是我們第一次正式多 但大家都很有默契 是不同的 那種不同的新鮮感 一種是你很信任的對手 因為實在太熟悉了 即是怎麼來你都OK 但小芳是新的對手 但是那種新的衝擊又不同 大家在現場就說 你很多是即時性的 那樣東西又不同 是的 所以各有各好的 我覺得最重要是不同的感覺 不同的器種 觀眾喜歡就行了 後面小芳和我會有一個挺奇妙的關係 我們還要去芳島 我看完劇本 我心想真的要去芳島 原來我們是去到一個studio裡面 是全錄幕LED 為什麼我剛才跟小芳都很有默契 因為其實很靠演員的想像力 你自己一個演都還好 你要跟對手在一個全錄幕 就是完全靠演員自我想像的 哪些位置 我們還要一直演戲 所以是很考那個默契的 但是很難的 你對著那個錄幕 其實很難的 我經常都在看那些荷里活演員 他們是怎樣在錄幕自己去演 我終於自己去體會到 是有難度的 第一刻去到 咦 為什麼是完全沒有任何的景 就是只錄幕你去想像 那我覺得對於我來說 都是一個新嘗試 還有一個學習的新機會 讓你在演戲方面 又有另外一種想像的空間 你會不會是想去一個小島 是 我原本以為是的 原來他說不是的 所有東西都是在studio拍 所以我跟小芳兩個人 是混在studio裡幾天 那段時間我們都經歷了風雨 我們這裡經歷了很多東西 我覺得這些要看機緣巧合 那我自己很榮幸的是 之前去到Hollywood 拿了一個影視的獎項 這個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還有自己去到 都看到別人很多東西 都是很值得學習的 我覺得 怎麼說呢 我們有我們的好的地方 他們又有他們好的地方 大家有一種新的機會去交流 去學習 我覺得都是一個挺好的嘗試 如果你說有機會的 就算是一些很邊緣的角色 都對白 我覺得都很想去有不同的嘗試 當然現在我們和內地都有很多的合作 我覺得內地很多很好的製作 都是我自己都很喜歡 而且他們現在有很多新的電影出來 都是 嘩 很好看 包括這次黑色月光 我真的很多年之後 再回去內地 我們在深圳和香港隨境 是很不同的 感覺也是很新鮮 很不同 還有很多都是很先進 很漂亮 拍出來 所以 對啦 都希望有機會去多點嘗試 不同的東西 在內地也好 有機會在國際也好 就是我會珍惜每一次學習的機會 因為我印象中這次很少拍電影 但會不會試一下拍電影 你看John說 我來配角 好想啊 因為 真的 少啦 所謂的少 其實是等於沒有的 因為以前是你去客串 可能一個鏡頭去看樓客 是呀 即是 即是 講一句對白夜機很厲害 哈哈 那我覺得是 自己有試過話劇 因為話劇出身 那電視劇 電影就真的沒有試過 我希望真的有機會可以去 學一下東西 嗯 但是有沒有說自己也有心印想去做回話劇 因為其實現在很多藝人都說 我都去做一下話劇 你有沒有心印想讓我再去做回話劇 其實有機會的話 都是會想嘗試 因為其實之前都有聊過 剛好就很多原因 有疫情 很多時候我又遇到其他工作 就未必就成事 但是我每一次 我自己都會回到香港話劇團看很多話劇 就是好像回家 很親切 就是他們有好的劇團 又會說 哎呀你看呀 我都會覺得是一直 你每一次都會跟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學習 你每一次看到他們不同的演繹方式 不同的創作理念 其實對於我自己的戲來講 都是一個很好的幫助 或者說這個角色再延續就好了 其實我每一個角色都很喜歡 因為我有得演一個角色 我已經覺得很開心 因為我每一次每一個角色 我自己都會花很多心機去做功課 我會寫完他的前轉中轉 就是他會一直 就是我的前後轉我都會寫完 我想一個內心豐富一點 嗯 我自己都很期待 黑色月光的角色 因為真的很不同 這個到時在宣傳的時候 再詳細一點 那一套應該是何時會播呢 你會知道嗎 不知道 好像監製說希望是今年 應該是用來揮其他獎項 那我又沒有想這些東西 因為其實我拍戲不是為了獎項 我拍戲是為了豐富自己的經驗 以及對自己的演戲 都要有不停的進步 我覺得 對 因為自己平時都演開一些比較正能量 比較專業人士 那這次的角色就有另一個突破了 我覺得如果觀眾看到會罵我 我會很開心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